反贪污委员会今天更新西蒙格园和国会议员的总资产 PD注意状拿督尼可汉以七千五百八十一万令吉荣登榜首 尼可汉相信和在野议员相比 他绝对不是最富裕的议员 不过他也坦诚反贪会少算了两百万令吉资产 反贪污委员会早前公开西蒙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 所申报的家庭月薪后 外界质疑反贪会查得不够透彻 反贪会今天接着在官网公布了西蒙议员的总资产 意想不到的是掌管霹雳州议会的民主行动党 穆威区国会议员拿督尼可汉 连同妻子和孩子的收入 以七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令吉资产 成为最富有西蒙议员 排行老二的则是首相敦马哈迪和妻子敦西蒂哈斯玛 他们的总资产是三千两百三十五万七千九百令吉 第三名则是企业发展部长 李端尤索夫与妻子 两千三百零七万五千令吉 至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拉德卡玛鲁巴哈林一家三口总资产是一千五百三十万九千一百三十令吉 排行第四 第五名则是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与妻子的一千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令吉六十五仙 几近十大资产总额排行榜的还包括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人民公正党如楼区国会议员孙伟轩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戈彬星 交通部副部长卡玛鲁丁 及行动党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检伟 榜首米可汉今天在霹雳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透露 他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富有 也不是最多财产的国会议员 他感恩所拥有的一切 利用投资回酬过着简单生活 他强调为了保持自由身 从不涉及贪污 只不过反贪会所盛传的总资产 并不全然正确 他补充这两百万令吉资产属于妻子和孩子名下 他相信接下来的两年他的财产还会增加 我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多财产的国会议员